Yo!What's up!大家好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讲到 1000块的罚单已经太太太太重了 那么你们是怎样觉得呢? 你们觉得这1000块太重了? 还是只是刚刚好? 那么我们就继续看这个影片 我来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首先这名议员他就有提到一些国外的例子 比如说Australia 他们所给的fine是250块美金 which跟我们的1000块马币非常的接近 澳洲那边他们的那个收入是非常的高 相对来说他们的这个fine就不会说是非常的重 但是这1000块对我们国家的公民 尤其是B40以下的群体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的burden 我上网找了一下数据 就是根据这个CEIC的这个data显示 Australia他们的人民平均收入是在3426块美金 而他们的fine就是250块美金 这250块美金只占了他们的7.29% 这是平均哦 就是7.29% 而马来西亚的这个平均收入是在761美金左右 那么这个250块美金 which is我们现在的这个1000块的这个罚单 是占我们平均收入的这个32.8% 所以你看到那个差距吗 一个是7点多巴仙的百分比 一个是32.8的百分比 所以他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来告诉我们的政府 告诉我们的行政人员 这个1000块的amount太高了 然后他也有补充到一点就是罚款应该是属于教育性的 而不是惩罚性的 我们应该以教育的方式来教育我们的国人 懂得去遵守这个SOP 而不是用惩罚的方式去来惩罚他们 那么对于这个说法 我在社交平台上 我在Facebook 在Instagram等等 很多post以下 我就有看那些网民的那些回复 当然这个回复造成了两极化的这个反应 一边就是说 OK这个1000块真的是太多了 因为其实现在如果你去看雷达 其实真正还那个1000块的人其实并不多 第一点我是觉得这1000块的这个罚单 真的是太过的burden了 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人真的在这个MCO的这个时间 真的是缺乏了收入 所以对他们来讲 是已经是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再加上了这个1000块的这个罚单 那么他们的生活负担变会更重 那么另一派的说法呢就想说 当然这1000块不够 甚至有的还要求更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1000块不够具有威胁性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1000块不怕 很多人并不会觉得造成一种好像害怕的心理 所以他们不怕去就犯样子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这1000块已经太轻了 很多人对这1000块其实好像没有什么拉撒 这样子就觉得1000块罢了罚单 所以他们其实在基本上在外面也不怕 也不带口罩啊 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可能抓到比较没有那么严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哎呀口罩不需要带 社交距离管啊谁去守啊 这样子啊 你要抓人抓啦 全部都1000块 来抓我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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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部分的人就觉得应该要加重刑罚 这样子社会的每个人才会怕 因为怕才会不去犯这个错误 而我的观点其实比较偏于后者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惩罚不够严厉的话 如果我们像澳大利亚一样只有7%的这个 fine罢了的话 其实我们不怕啦对不对 比如说今天我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driving without license 这个是在很多地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嘛对不对 所以driving without license is a big deal 对不对 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 它会影响整个交通秩序 甚至会造成那个车祸啦对不对 然后如果今天的这个罚单只是100块 200块都好 那么其实这些无造驾驶的人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会怕 他们会继续驾 最多被抓到100块200块就可以settle到事情了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怕对不对 他们也不有一种恐惧感不敢去犯错 如果他们知道OK今天无造驾驶 你可能会有10年不能够考来生 你可能会有被罚1万块 甚至可能你会坐牢 那么如果今天的这个法律被修成这样子的话 那么就变成人民是不敢无造驾驶的 是完全不敢no attempt 你明白吗 就是他们完全不会想要去这样做了 当然你也不能够讲说是完全完全完全不敢 当然你要做有些人还是会去做的 但是至少他所造成的这个让人害怕的这种感觉是更加的大了 所以人家就不敢去做错 就好像毒品也是一样嘛 我们都知道毒品一被抓到就是基本上就是等死了 就是在里面苦到你死了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人要去做啊 对不对 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就会跳出来讲说 哎呀不是严不严厉啦 是人的心的问题啊 教育的问题啊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哦 那么今天这个问题就形成了两块嘛 就是教育还有惩罚的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的情况下是我们惩罚已经做到了 但是我们可能教育还没有做到很好 所以我们more on focus on教育 那么其实会去犯的人可能就是心理贪婪 他们缺乏教育这一部分 但是可能有一部分的他们是已经是因为怕而停了 你明白吗 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的法律哦 是连这一部分恐惧的这一部分都没有做到的话 惩罚的这一部分都没有做好的话 那么又有另外一批的人 再加上原本那些没有被教育 就是因为贪 然后又不怕那种的人 所以你看到吗 如果有这一批人 再加上另外一批人的话 那么它是比我们原本的这个后果还更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教育做不到的话 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把那个惩罚的那个地方做好哈 就让至少让一部分的那个想要犯的人先stop 因为他们会觉得 他们会开始怕这个惩罚很重 我怕而不敢去 会因为怕而不敢去做嘛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是第一步我们应该要做的东西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fine哦 比如说一千块的这个fine降低变成两百块 那么我相信今天你出去外面 你会看到更多人没有戴口罩 你会看到更多人没有遵守社交距离 为什么因为被撒慢他们就会讲说 两百五万了嘛 一百块半了嘛 所以对他们来讲会更加更加的可以放肆 因为只是更轻了 所以他们并不会觉得更怕 今天如果你要出去的话 比如说我拿一个例子 像我们Maldi这个地方 很多人出去就讲说 你有一千块吗 你有一千块放在口袋吗 你不要戴口罩 这个一千块这个东西会让人家怕 会让人家觉得要戴口罩 即使他们很不想戴 可是他们却还会想说 要戴这个口罩 因为他们口袋里面没有一千块 他们会因为怕被撒慢 所以他们就要戴那个口罩 就算再不喜欢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关于到这个罚款的amount 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教育的程度 如果我们国家 普遍的民众的教育水平都很高 那么其实就算我们没有 连承这些为规则 但是我相信我们整个 social的discipline 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惩罚 大家也会主动 主动就是不需要逼 主动去戴口罩 所以就像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需要去逼大家都非常的自律 会去戴口罩 所以总的来说 对于这个一千块的这个罚当 我是觉得 要码是维持 要码是增加更多 因为像我讲的 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惩罚变低了 大家的这个警戒心也会放低 我相信今天在社会里面 很多人戴口罩不是因为病毒 而是因为一千块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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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